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帮我们家肉肉换盆 然后让他们组合种在一起 就是肉在一起 那为什么想要换盆呢 因为接下来要度下了 那大家也看到我很多都没有换盆 那至少没有换盆的情况之下 我必须要让他们有伸展的空间 呼吸的空间 那若是持续待在圆盆里面 他们可能已经长了一年或两年 根系都已经塞满盆了 他根本没有空间可以去做呼吸 那接近度下 如果我动到它的根系的情况之下 那一定就会产生不见了 就这样 好那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准备的盆子 这就是收出来之前种 罗勒 还有薄荷的 那我底下就是铺了发泡链石 发泡链石 那为了要增加透水性 所以我下面又铺了保利笼 那最主要就是说 我不会浪费到太多的土 好那这个只是基本上面的铺面 那我要怎么来换盆呢 若是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你帮我点点订阅按赞 谢谢 那现在要开始了 好 就这样 这里可以够我换 10盆 就是一个 一个盆子 一个肉坑 就是这样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边 有10盆 对吧 加上这一盆 10盆 这一盆是花月夜 这一盆是 红边月影 他们两个乍看之下真的很像 其实我也搞不懂 好 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分它呢 好那因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根系都很满 对不对 那就趁这个时候就把它下面的一些叶子清掉 好那接下来就看我来怎么把它移盆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肉一个坑楼 那现在就来开始 就这样拔起来 把它拿出来 塞进去 它是这样 完全没有动到它的根 伤筋动骨100天 对不对 同样的植物如果说 你动到了它的根系 又没有时间让它恢复 又要日晒雨淋 它一定受不了 对不对 那像这样子 我就可以随意的调整它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再 趁这个时候换另外一盆 把下面的叶子都撸掉 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 再把这个盆子拿起来 动下去 又一颗了 对不对 很方便 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土袋就可以拿来填 对吧 那如果说你觉得全部摆好不好看呢 你还可以再给它换一下层次 对吧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方盆的 好 那我要这个方盆是干嘛的呢 这方盆当然就是用方盆 好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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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兔 方盆 看这样是不是一个方形的 就把它拿起来 放下去 那如果说你觉得 欸 它比别人矮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就给它加一点土下去 好 这样 看它是不是变一样高了 对吧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现在都已经填满坑了 那现在看到这边会有洞洞 这边会有洞洞 那我们就来把它稍微来调整一下 它们的距离 好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就把它们组好了 就这样 然后旁边这边留点空气 让它们长的时候 会比较有一些空间 那现在至少我让它在 对于现阶段 它能够更细 毕竟有空间也大了 它就比较不会被门倒 或是被热倒 那至少它也可以很开心的 在这里面生长 这也是 没有换盆之下的全意之计吧 但是因为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我当时都是单独一盆一盆 试着这样换 结果 上个礼拜我就直接把白缝 按照这样子一个坑一个坑 这样填下去的时候 它隔天立刻 叶子变成硬朗了 整个停起来 不然呢 它来了一周 都还是整个叶子都是弹平的 然后叶片都软软 所以 空间 不管是人 跟植物 空间真的都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我会是想到说 用这样一个坑 塞一个肉呢 因为 之前做 养殖灾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它小盆 我要换大盆 我也是直接把小盆 然后换到大盆上面再停留 弄下去 它就长得很好 但是你们一定会想说 可是它里面可能会有细菌啊 发霉啊 怎么办呢 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 直接 稀释那个 杀菌药淋下去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那至少 现在 它的根系可以呼吸 也长得很好 它们这边都是属于半鹿养的 大家都看到 它们的状态都很好 那 当我现在把它变成在这里的时候 它们会长得更好 那到时候再拍给大家看 那 若是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你帮我点点订阅按赞 谢谢 那祝各位大家的肉都能够顺利 督下 但是最重要的 请给它们保留呼吸的空间 这种小小的盆子里面 它的根系已经塞满了 它真的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呼吸了 你又没有时间去把它的那些杀实力啊 或是说 那些小的西门去弄掉 但是它又要有浮盆的时间 那太慢 但是往往浮盆就是漏漏不见的时间 用我这样的方式 我跟你讲 零 露露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这是我这里试的方式 那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 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刚才呢 我又来组了一个组盆 让它们好好的度下 薄叶蓝鸟 因为它也是在那种三寸盆小小的 然后引火 AK紫封车 这个是五仙座 双头的五仙座 然后这个非常的漂亮 墨西哥雪球 它也是在三寸盆里面 很紧很拥挤 它们真的根系一定要呼吸 所以 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说我们 我没有真的去把它 换杀 但是我却给它换了一个更大的空间 让它的根系能够吸收到新的土 它这样子就会活得很好了 好 那这是我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那反正 养肉肉大家都是 我是一个新手 那也有很多肉友或肉前辈 大家都有自己的方式 那不管是任何方式 我们只要把肉养活 这就是最好的方式了 对吧 好 谢谢各位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是一个阴天又下雨 但是雨没有很大的一个天气 那也蛮凉爽的 若是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你帮我点点订阅按赞 谢谢 这个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这边这一盆跟那一边 那一盆 其实呢 是我已经换好盆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7月8号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6月24号 换盆的 肉肉 与其说换盆 应该是说我让他们组合套盆 然后从6月24号到现在也有两周了 两周的时间 那我这边是属于半鹿羊的部分 然后大家的状态也都很好 也都非常的皮实 大家 因为我并不想让他们一只套在 这种小小的三角三寸盆里面 所以我就只能让他们 像这些都长得比较大 我就让他们去做 应该是说让他们的根系 有更大的呼吸空间 而不是闷在那三寸盆里 所以大家 你们看一下他的状态 都很好 而且我浇水都不是小小的浇水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6月24号到今天7月8号 应该是度下的时间了 但是我还是一样是 照常的换盆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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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盆啦 就是这样 然后来看一下其他的 啊 这边背光 其他的背光 应该也看不清楚 好 他们也都是一样 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样子晒的 好啦 那我也希望大家 肉肉都可以 顺利度下 好 那去看一下 我这边的风 真的非常的通风 所以我才敢这么做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 拜拜